Odio Jungle Odio Jungle 10日上午,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,对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侯金发,侯金海,侯纪亮等9名被告人犯组织,领导,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,盗掘古墓藏罪,非法拘禁罪,故意伤害罪,敲诈勒索罪等16项罪名案件,依法进行了公开宣判,涉嫌罪名16项,违法犯罪行为88起,9名被告5人,被判处无期徒刑。 以上刑罚,据悉,该案起19大后山西审理的第一起重大涉黑案件,是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,山西宣判的首例重大涉黑案件,经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,被告人侯金发,侯金海,侯纪亮,自1993年以来,以血缘关系为纽带,以被告人张宝民,张成俊,李金玉,王洪贵, 警春凯,侯金江雷骨干,在运城市文喜县,大肆进行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,残害百姓,控制当地相关行业,共同或分别实施犯罪74起,违法行为14起,构成组织,领导,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, 防害公务罪,故意伤害罪,非法拘禁罪,敲诈勒索罪,寻衅滋事罪,强迫交易罪,抽逃出资罪,盗掘古墓葬罪,盗卖文物罪, 开设赌场罪,贩卖毒品罪,容留他人吸毒罪,非法持有枪支罪,窝藏罪,帮助毁灭证据罪等16个罪名, 严重破坏社会秩序,在当地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,200年前鸡汤被毁,臭顶被盗,被盗的臭顶, 2017年11月中旬,山西省603专案组,将一伙盘踞在山西省文喜县的黑恶势力,和盗墓团伙一锅端,该团伙多次盗窃国家珍贵墓葬, 曾挖出距今至少2200多年的鸡汤,犹如昨日熬制,震惊全村,装有上述鸡汤的古墓, 位于文喜丘家庄村土塔附近,经鉴定,被盗墓学为东周前770年前256年时期墓葬, 公开资料显示,文喜县地处山西省南部,地下文物丰富,不仅有新时代, 杨韶、龙山时期和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,还有春秋战国、汉、唐、宋、清等时期的多处古墓群,犯罪嫌疑人李某学讲述, 盗挖出青铜顶的当晚,他们一伙人共盗挖两个墓穴,我们开了第一个坑后,我和秦某就下坑清货了, 我俩从墓里清出而飞,清完货上去后,其他人已经把第二个盗洞挖好了, 然后我和全老编两人名下坑清货,我拱土的时候,就清出来了这个青铜顶,犯罪嫌疑人李某学交代, 自己拿该顶时,意味极大,并且非常重,随后,李某学用手电一罩,发现顶身有水,虽然盗墓多年, 但这种情况自己还是第一次遇见,清理完墓穴后,李某学和犯罪嫌疑人张成俊来到带水,的青铜顶旁, 费了不少劲才将顶盖打开,眼前的一幕让他俩终身难忘,顶内呈现一锅透亮的鸡汤, 里面鸡块像是刚在锅里炖好的,过了几秒钟后,鸡汤迅速变成了黑色, 一股更加强烈的恶臭扑鼻而来,我也知道顶是古人承放食物用的, 但经过几千年还能保持这个状态,确实是第一次见,李某学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 正因为如此,这个顶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也正因为如此, 此次盗墓已过去四年,但回忆起来如在昨日,李某学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, 这锅鸡汤当时看着就像前几天熬的,记者采访发现,该团获大多数成员, 为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,但盗墓经验十分丰富,挖出鸡汤时, 除了李某学和张成俊外,还有不少人在现场,甚至在文喜的盗墓圈子中, 多数人都知晓此事,因为年代久远臭不可闻,索性大家根据气味给他取名臭顶, 李某学说,臭顶保存基本完整,但是钉盖上凹尽个小点, 对此,李某学向公安关机交代,自己用扎杆探墓时,感觉扎到东西上, 之后从这个墓穴清出的臭顶顶盖片中间的位置有一处破损,并明显能看出来是心伤, 据此,他认为这个不太严重的破损,是自己用扎杆扎的, 因为陪葬的时候饼盖封闭得非常好,才会保存至今,很快,张成俊把饼内的鸡骨头汤水倒掉后做简单处理后, 将臭顶拿走,据犯罪嫌疑人交代,臭顶拿回家后,经过几天的晾晒,臭味依然不减, 随后,臭顶以36万元的价格卖出,根据犯罪嫌疑人提供的线索,文喜县公安局经过多方努力, 最终将臭顶追回,记者在文喜县公安局亲眼目睹臭顶, 圆口,带盖,三足,两耳,顶口直径约30公分,顶高约30公分, 顶盖和顶身上都有精致的龙纹工艺,如今已没有了臭味, 根据犯罪嫌疑人,买家家某供述,自己以36万够得臭顶后, 对顶盖破损处进行了修复,并进行了除臭, 这些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事,我平时经常处理一些工艺品, 加某供述,后经公安机关鉴定,该墓穴为东周时期的墓葬, 大概推算,距今至少有2200多年,公安机关追缴回的被盗文物,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,被盗挖成马蜂窝, 记者探访了邱家庄村墓穴比较集中的地方, 被盗挖的墓葬如同老鼠洞,新的,旧的, 盗洞大部分还未填埋,公开资料显示, 该区域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 上锅古城和邱家庄墓群,邱家庄村附近一块不大的林地里, 记者就数了10个盗洞,记者注意到,附近一些耕种的田地里, 也经常能看见数米深的墓洞,如果一不小心踩空,后果不堪设想, 侯金发等人在关村岭盗掘古墓葬留下的盗洞, 那么这么多被盗墓者留下的洞口,为什么依,只没有填埋呢? 附近村民告诉记者,虽然这种洞看着洞口不大, 但里面都有7、8米甚至10几米深, 因为盗墓者要取货,往往里面比洞口大很多, 田埋需要很多的土,如果就地取土,这样就会把地表有营养的土埋在洞里, 严重影响庄家的生长,所以就一直没田, 那么,盗墓者开洞挖上来的土呢?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告诉记者,近年来,盗墓分子都是用炸药开洞, 土都被挤到旁边,所以倒挖一个十几米深的盗洞, 外面不会有一点土,探访时,在附近另外一块地里, 也有7、8个未填埋的盗洞,同行的本地人时刻提醒记者注意安全, 有些洞口被杂草盖住了,一脚踩空容易掉下去, 工作人员在被盗古墓中发现陶冠著名考古学家, 北京大学教授李博先曾亲自到达文洗被盗古墓现象做考察, 他表示,盗墓分子对文物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, 无论从古墓的研究价值,还是文物本身都是不可挽回的, 对于千年鸡汤,李博先也直言罕见, 几千年的鸡汤保留到现在,不光容器的密封性要做得非常好, 墓葬的密封性也要做得非常好,这是基础, 对于他的研究价值,李博先分析,从骨头汤可以分析是什么样的肉, 用什么器皿装的,这都和当时理智有关, 包括当时什么身份的人,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待遇, 也有可能是祭祀用的陪葬品,供死者在阴间使用, 这对言,就古代的一种社会生活,伦理观念也就有巨大的价值, 李博先实地考察后,对恩喜县公安局, 近两年来对当地古墓葬文物的保护工作, 给予充分的肯定,不论是公安民警的蹲守, 还是从外部抓了不少盗窃文物的犯罪分子都非常重要, 但恩喜公安局从自己开刀, 从公安内部也抓了不少和盗挖文物的犯罪分子, 有勾结的公安民警,这样对盗窃古墓葬的震慑力度是非常大的, 李博先说,对于古墓葬的保护工作, 李博先认为,在加大政府保护力量, 和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同时, 还要加大对古墓葬文物重要性的宣传, 这是一个长期不懈的工作, 另外,对一些优秀的保护遗产有功的干部, 以肯定和表彰对保护文物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要, 文喜的盗墓活动比较猖獗,政府也多次打击过, 但由于有经济价值的诱惑,此习笔幅一直存在, 我们要对这种破坏文物,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时时刻刻提高警惕, 不能掉以轻心, 李博先说,被盗现场公安局副局长, 呈黑社会保护伞侦查大队全员盗墓专案组相关负责人介绍, 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与少数国家工作人员沆瀉一气, 呈霸一方,长期控制网络赌博市场, 垄断贩卖毒品市场, 甚至文喜县公安局两名副局长, 参与盗掘古墓葬, 在专案侦查期间, 查获文喜县公安局公识人员13人, 包括公安局两名副局长, 提名公安安警, 四名府,警, 参与盗掘古墓葬案件39起, 两名副局长涉案的行政卷宗, 根据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, 2013年9, 10月份至2014年4, 5月份期间, 在警一民, 金勇两位副局长和县公安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人员李安吉, 李小冬的照顾与参与下, 张成俊等人在文喜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, 郭古城及邱家庄墓群范围内, 采取爆炸和挖掘等方式, 打四道掘十三处古墓葬, 导致大量珍贵文物流失, 甚至就连盗墓分子盗墓时, 爆破使用的雷管、 炸药, 都由张成俊联系警一民提供, 记者在文喜县公安局采访得知, 在603专案中, 该局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人员无一例外, 全部参与盗窃古墓的违法犯罪活动中, 这也是多年来文喜盗墓履禁不止的原因, 公安局内部一些人和盗墓分子沆瀣一气, 充当盗墓者的保护伞, 参与分成, 获取不法利益, 文喜县公安局局长张绍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 该局分管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的副局长金勇, 多次参与盗窃古墓分坊, 专案侦查期间, 李小冬、 李安吉等人先后落马, 据介绍, 专案组侦查中, 根据相关线索, 文物犯罪侦查大队工作人员全部落马, 法网辉辉输而不漏九名被告中, 四人无期一人死缓, 审判现场据调查, 侯氏犯罪组织在文喜及周边县市, 大肆盗绝古墓葬, 经查时供三十五起, 其中大部分魏国宝区, 河县宝区, 经鉴定东周时期古墓葬居多, 同时, 该组织盗墓祭岁后, 立即将盗绝出土的文物转手倒卖, 导致被盗绝珍贵文物无法追回, 侯金发从小习武,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, 就跟随他人在文喜县及周边县市大肆盗绝古墓葬, 倒卖文物, 1995年山西省开展打击文物犯罪的南征战役时, 侯金发文封而逃后, 被原运城地区公安处列为13名重大文物逃犯之一, 2001年, 侯金海因涉嫌倒卖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 河南省三门峡市国国墓后建为博物馆, 珍规文物多建, 被公安部列为A级逃犯, 在逃期间, 原先跟随侯金海的犯罪团伙成员, 改头换面, 或跳槽到犯罪嫌疑人侯金两处, 成为开设赌场的骨干, 或转而跟随犯罪嫌疑人侯金发, 成为盗绝古墓的犯罪成员, 侯金发还被转场过来的违法犯罪成员, 提供摩托车等交通工具, 和购置盗绝古墓的工具费用, 用于探幕和盗绝, 并亲自组织指挥刀挖, 最终发帮挥挥疏而不漏, 侯氏犯罪团伙, 此次被一网打尽, 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, 判决显示, 被告人侯金发, 侯金海, 张成俊, 李金玉, 共同或分别犯组织, 领导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, 盗掘古墓葬罪, 开设赌场罪, 妨害公务罪, 故意伤害罪, 非法拘禁罪, 敲诈勒索罪, 寻衅滋识罪, 卡破交易罪, 抽逃出资罪, 倒卖文物罪, 容留他人吸毒罪, 非法持, 有枪支罪, 窝藏罪, 判处无期徒刑,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,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 被告人张宝民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, 非法拘禁罪, 寻衅滋识罪, 盗掘古墓葬罪, 凯设赌场罪, 贩卖毒品罪, 非法持有枪支罪, 判处死刑, 缓息二年执行,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,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 被告人侯金亮, 王洪贵, 景春凯, 侯金江, 共同或分别犯组织, 领导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, 故意伤害罪, 非法拘禁罪, 盗掘古墓葬罪, 开设赌场罪, 抽逃出资罪, 非法持有枪支罪, 帮助毁灭证据罪,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, 二十年, 十二年, 十年, 八年, 及相应的财产刑, 资格刑, 对该案中, 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 充当保护洒的犯罪案件, 司法机关正在令案审理, 图文, 法治晚报看法新闻山西省高院, 看世界不误事,